行為的過程 然後那時候也是從書我在幫他記錄 然後其實就是 他裡面其實他自己在影片裡有講很多 主要就是說因為他 從小就是有跟阿嬤在市場賣水果 所以他會對那個 一些那種菜市場的東西 或是二手菜飯的東西 就覺得他特別感興趣 然後也是因為他到高雄這裡來 然後他接觸到了一些 像那個十全二手市場的東西一樣 然後就給他的一些靈感 他就想要把自己裝扮成那個 就是一個流動攤飯這樣 可是他賣的東西就是他自己做 就是他可能是他撿來的一些 然後他就是從水果為出發點 然後就是 就這些水果都是 就是撿一些我們 就是到處撿一些廢棄物 然後他再經過他的改造 然後就變成一個是西瓜 一個是草莓 然後他直接到那個 就是我們主要附近的一些那個 那個市場去賣 就是真的很當地的市場 然後他賣的方式也是用 就是真的是撐金的 就是看他幾斤重就賣幾十塊 可以剛開始賣二三十塊這樣 然後因為我是幫他紀錄這個過程 然後也算有參與 然後就是過程還蠻有趣 因為剛開始大家都是走過去看一下 然後就走了 然後會偶爾會有些人過來問說 這個是什麼 然後他一開始會 就說他是 這個是藝術品嗎 然後他是 他是學生 就是那個 告訴大家學生這樣 然後可是 當那個 你民眾知道說這個是藝術品的時候 可能就 真的也沒有很有興趣 就走掉了 然後 然後之後他就 就是轉換了一下說 好就是 之後也是你們都有興趣 就過來問這個是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 把自己當成真的堪販 然後就說 開始說 這個是很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一個玩偶怎樣 就是這個 這個玩偶他是他自己做的 然後他經過 就是像西瓜上面那個 那個西瓜的紋路 然後其實他是有寫一些字 然後他就是 有點像招搖狀片的說 他就是他根據一些什麼 什麼經文或是什麼 這樣寫上去 然後這個東西 就他有一些 像之後都寫在上面 有什麼可以求財 也可以 可以防小人 然後什麼 我覺得有點 類似招搖狀片的這樣 可是這個 他就發現這個 行為就是 好像 就是整個 跟那個菜市場的東西有點符合 所以就讓大家更有興趣 然後就是 真的有人跟他賣 就是趁金嘛 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 一開始是西瓜 然後再來是做那個 一開始賣西瓜 然後西瓜大概有賣了四五顆 然後後來又賣草莓 然後草莓 又賣了幾顆 然後就是 就是 總共經過兩次的這個行為 然後就到那個 市場的旁邊的一些 就是阿伯攤販都 就是 都認識他 然後就第二次 第二次去 大家就說 你又來了 然後好 你很疼 你怕病這樣 就這麼年輕就出來了 出完棍了這樣 然後 就更詳細大家可以再看看 他的 影片這樣 謝謝 好 謝謝齁 這件行為就是 你會看到藝術的力量 能跟不能 好 那最後呢 今年的高雄獎 有共有六十五件多 有五十八位的奉獻者參與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留給大家 謝謝 謝謝